在一片荒芜人烟的沙漠之中 老王和小帅正趴在一处岩石后面 专心地等待着猎物的出现 突然 远处的山脊之上掠过一道黑影 老王顺势扣动扳机 只听到砰的一声枪响 黑影便消失在了两人的视野之中 由于阳光过于的耀眼 老王和小帅都无法判断是否打中了猎物 于是便决定上山查看一番 可结果却让两人大吃一惊 只见山坡之上躺着一个满身嗜血的老人 而他正是和小帅认识多年的汤姆大叔 小帅连忙上前查看伤势 发现汤姆还有一息尚存 于是他便建议赶紧把汤姆 送回小镇上的医院救治 老王随即将车钥匙递给小帅 要他赶紧去将车开过来 自己则留下来照看受伤了汤姆 可当小帅跑远之后 老王看着眼前的一切却犹豫了 原来老王本是当地的一个富商 闲暇之余十分地爱好打猎 可由于他没有狩猎症 于是只能花大价钱 买通了小镇上的一名警长 然后在小帅的带领下 前往无人区进行打猎 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开枪打中了人 考虑到名下的公司和财产 老王担心如果这个时候 爆出了自己非法狩猎和意外杀人的丑闻 很有可能因此而身败名裂 于是他的心中出现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只见他捡起一旁小帅的猎枪 朝着奄奄一息的汤姆又捕了一枪 听到了枪声的小帅一路狂奔着赶了回来 老王告诉他说 不管是谁看到身上有两处枪伤的尸体时 都不会觉得这是一场意外事故 因为没有任何一次意外 可以连续地发生两次 小帅听后陷入了绝望 老王健壮继续补充道 现在我们俩算是一条神的蚂蚱 如果你愿意帮忙隐瞒这件事 我不仅可以让你顺利地完成学业 拿到丰厚的奖学金 还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年薪30万美金的工作 起初小帅的内心还有一丝犹豫 可在这巨大的诱惑面前 小帅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用他那沾满鲜血的手 握住了老王承诺给他的崭新的未来 不久之后 老王和小帅合力将汤姆的尸体掩埋了起来 然后来到汽车旁稍加清理 便准备一道赶回小镇 结果在收拾行李的时候 小帅发现了一部卫星电话 内心还存有一丝良知的他 犹豫了片刻之后 还是决定选择报警 可不料电话还没拨通 就被身后的老王发现了 老王拿着枪 逼迫小帅扔掉电话 然后立声地痛骂道 老王本想一枪把小帅给崩了 可看着四周一望无际的荒漠 老王的心里又有了新的打算 他逼迫小帅脱掉全身的衣服 然后赤脚向荒漠的深处走去 原来 他是想把杀人抛尸的罪名 嫁祸给小帅 然后自己装作受害者赶回小镇 这样一来 即便警察最终找到了小帅 那么他大概率也会因为高温和缺水 死在荒漠之中 到时候 再凭借老王的人脉和关系 把所有的藏水都泼到小帅的头上 自己就可以完美脱身 在老王的威胁下 小帅一步步地朝荒漠的深处走去 这里距离小镇有100公里的距离 正午时分 温度甚至可以达到40度以上 如果小帅继续这么走下去 那么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于是 小帅看准时机一跃而下 跳进了一处沟壑之中 在这里 他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地洞 为了躲避老王的追杀 小帅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小帅一路顺着洞口往底一趴 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水壶 小帅激动地一饮而尽 随后 他又找到了一双鞋和一条短裤 短暂地休整之后 小帅在地洞的墙壁上 还发现了一张地图 上面清楚地标记了 各个补给点的位置 小帅连忙将地图 私下藏在了身上 而在地图的后面 还有一张小帅和汤姆大叔 曾经一起拍的照片 看着眼前的照片 想着自己之前 和老王达成的合约 小帅越发地为自己的行为 感到羞愧 可这时 身后的木门却突然被推开了 来不及多想 小帅连忙藏到了 后方的一个地窖之中 很快 老王便拿着枪走了进来 原来 老王发现小帅不见了踪影之后 便一直在后方驱车寻找 终于 一路寻着脚印找到了这里 可他四下搜寻了一番 也没有找到小帅的踪影 于是 恼羞成怒的他 直接点燃了一根雷管扔了出去 他要彻底地毁了这个地洞 见此情景的小帅 哪里还沉得住气 赶紧从地窖里爬了出来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之后 地洞被彻底地炸毁了 小帅也终于赶在最后一秒冲了出来 而老王则在一旁拿着枪冷冷地说道 如今 你不仅开枪杀了汤姆 还炸毁了他所有的物品 如果 我把这件事告诉警长 那么 你才毁尸灭绩的罪状 能让你在监狱里过上几年呢 小帅听着老王的话 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他知道 眼下自己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于是 在老王的持续威胁下 小帅只能乖乖听话 再一次脱掉鞋子出发了 烈日下 赤脚行走在荒漠之中 无异于就是一场自杀 而老王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他要眼睁睁地看着小帅 死在他的面前 关键时刻 小帅想起了之前 藏在裤子里的那张地图 按照上面的指示 他来到了一处巨大的土坑之中 这里有很多废弃的沙发 小帅连忙扯掉上面的海绵 然后用皮革将其绑在了脚掌的下面 一双简易的鞋子就做好了 随后小帅又根据地图上的标记 找到了一个埋在土里的十字架 扒开覆盖的黄沙之后 小帅发现了一个陈旧的铁皮箱 里面装着一些弹珠和一把弹弓 小帅不管三七二十一 统统将它们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然后飞一般地冲向旁边的水桶 躺在地上便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突然水桶被子弹给打飞了出去 原来是老王开车追到了这里 他连开竖枪 直到水桶里的水彻底流干才停了下来 小帅更加的绝望了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但是目前能做的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帅终于还是晕了过去 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小帅 老王依旧还是不放心 他朝着小帅的身边连开竖枪 见小帅依旧是毫无反应 这才相信小帅是真的死了 于是老王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开了 可你看小帅的眼睛明明还在动 果不其然 等老王回到车里用望远镜再次查看的时候 发现原本已经死了的小帅 此刻竟然重新出现在了山坡之上 老王被气得破口大骂 随后下车驾好八倍镜 朝着小帅的方向就开始了射击 可奈何自己枪法不禁 接连两枪都未能命中小帅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离开了自己的视线 小帅按照地图上的指引 找到了下一个水源补给点 却发现原本的水坑已经干涸 此刻的小帅已经彻底地丧失了求生的欲望 他蜷缩着身体 倒在干涸的水坑旁 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很快夜幕降临 水坑边的温度也降至了冰点 小帅被冻得瑟瑟发抖 而此时老王也开车赶到了这里 他打开了车灯 嘲讽小帅的遭遇 试图用言语彻底击垮小帅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帅竟然依靠车灯的反射 发现了一处波光 他艰难地挪动身体爬过去 发现真的是一处水源 小帅随即便俯身痛饮起来 短暂地休整之后 小帅重新打起了精神 他知道不能就这样躲在这里等此 于是拼尽全力 重新从洞口爬了出来 他趁老王此刻放松警惕 走到一旁撒尿的功夫 小帅连忙从一侧 跳进了老王的车里 拿走了一件外套穿上 而此时老王也突然转身走了过来 小帅吓得连忙躲在了车的后面 可还是被老奸巨猴的老王发现了端倪 于是他直接发动汽车 急速向后驶去 倒在小帅反应急时 趴在地上 这才没有被撞飞出去 可在明亮的探照灯下 小帅也再无藏身之处 危急时刻 小帅躲到了一处岩石的后面 可老王却依旧不肯停手 掏出准备好的雷管 便扔了过去 小帅被炸得站不稳脚跟 只能不断地在岩石间奔逃 最后 小帅被炸到了一块巨石的后面 老王似乎爱上了这种虐杀的感觉 于是他再次举起枪 不断地朝小帅射来子弹 很快 枪里的子弹就被打光了 与此同时 小帅突然从岩石后站了起来 他掏出之前藏在身上的弹弓 对准老王的脑袋 就狠狠地射了过去 毫无防备的老王 被这突然的一击打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被小帅绑在了副架上 可直到这一刻 老王依旧是死心不改 他还在试图用钱来收买小帅 甚至开出了一百万美金的天价 可经历了这么多以后 小帅哪里还会再相信老王呢 于是一路压着他 回到了小镇上的警局 警长看着眼前的二人都惊呆了 他问小帅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帅听后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 随后 小帅将老王的所作所为都说了出来 并告诉了警长 老王愿意出价一百万来收买他的事实 可警长听后 却也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离开警局的时候 小帅看见了坐在一旁等待受审的老王 他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 嘲笑老王此刻的窘迫 可老王却显得十分淡定 还声称自己 一定会找最好的律师 来向小帅索赔自己的精神损失费 小帅听后 不屑一顾地转身离开 正好看到电视里 关于老王的新闻 看着老王那双老谋深算的眼睛 小帅再一次陷入了沉思 突然 窗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螺旋桨的声音 小帅顿感大事不妙 于是一路狂奔地追了出去 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老王已经坐上了自己的私人飞机 先一步地离开了这里 小帅一蹶一拐地回到了自己的家 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他已经疲惫至极 小帅再也不愿意相信了 午夜时分 小帅和女友都已经睡下了 可老王却再一次杀了回来 他悄悄地打开了小帅家的门锁 然后一步步地走了进去 就在他准备开枪 打出致命一击的时候 小帅突然坐了起来 好在这是一场噩梦 惊魂未定的小帅 俯身去亲吻睡在一旁的女友 可你仔细看 在他的身后窗户旁 老王真的举着枪 蹲坐在那里 随后 他起身缓缓地来到了小帅的身边 举起枪 扣动扳机 可下一秒 小帅的女友朝着老王就是一枪 剧烈的疼痛下 让老王的身体失去了平衡 他还在开枪反击 可小帅哪里还会再给他机会 直接捡起掉落的手枪 一枪截裹了老王的性命 这部上映于2015年的动作惊悚电影 《枪肠莫及》 看完真的是让人一言难尽 虽然是很爽的那种复仇桥段的设计 但是冗长的剧情 再加之满天飞的逻辑漏洞 使得这部电影彻底的失去了味道 你敢相信一个资产过亿的大富豪 出门都是一个人 连个保镖都不带吗 其实抛开这些不谈 影片本身的利益还是很好的 传达出的社会问题也很现实 只不过在剧情的安排上 实在是太拉胯 即便是老戏骨和小鲜肉齐上阵 也很难将这部电影 从几个线上补救回来 不知道你看完影片之后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快来评论区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吧